大家好,今天是2月22日,星期一,今天港股就开始急升,但收市是急错的,投资者换马沽,新经济股买入,球经济股, 开始恒生指数是升426点,已经是全日最高位,国际指数升38点,国际指数升125点, 汇丰升1.8%,零次数升43点,腾讯升1.15%,零次数升35点,阿里巴巴升1.8%,零次数升20点,美团升2.9%,零次数升56点,中国移动升1.8%,零次数升15点,开始后,港股急回投资者沽新经济股买入,旧经济股, 科技股急错拖累港股,上周最低跌到30.665,只是升11点,小米跌2.6%, 拖累次数跌32点,腾讯跌1%,拖累次数跌32点,美团跌3.5%,零次数跌68点,但电信股急升, 东国移动升7%,零次数升57点,东国联统升7.7%,还有香港地产股上升,长实地产升2.8%, 苏鸿基地产升4.5%,及创新高,新世界地产升4.6%, 除了资源股急升,江西铜升17%,资金升14%,中铝升14%,落药木业升14%, 中煤能源升16%,澳门博彩股做好,银鱼升4.6%,金沙升2.4%, 但是相反,软件服务股,沙士股跟科技股大跌,中国有赚跌5.7%, 微盟跌4.8%,赤字成跌9.5%,新能源股亦下跌, 保理协议跌5.8%,保理新能源跌3.5%, A股上周收市只跌2点,恒生指数上周收市升140点, 国际指数跌2点,科技指数跌238点,下周港股由升转急跌, 投资者沽新经济股,中国移动升6.2%,令指数升50点, 中国联通升7.5%,汇丰升1.9%,建签银行升1.79%, 工商银行升2.6%,但腾讯急跌3.7%,令指数跌125点, 美团跌4.6%,令指数跌89点, 药明生物跌3.8%,令指数跌80点, 小米跌6%令指数跌70点, 阿里巴巴跌2.6%令指数跌40点, 科技股下跌,软件服务股大幅下跌, 赤字成跌11%,中国有赚跌8.4%, 美团跌7%,契妈股也下跌,中安跌5.6%, 宜卡跌6.7%,平安浩尔生跌7%, 资源固上升,中石油升6.3%,中石化升5.2%, 中海油升2.9%,抗业股急升, 港西酮升17%,五抗资源升16%, 中铝升15%,中煤能源升14%, 新疆新任发型估价升50%, A股收市跌1.45%,上升综合指数跌53点, 港股下午大幅下跌,恒生指数跌300多点, 收市恒生指数跌325点,国企指数跌213点, 科技指数跌583点,成家库纪录的3026亿元, 投资者沽新经济股买, 旧经济股拖累港股大跌。